大家好 今天是4月11日 星期四 股市已開始步入4月中旬 受到美股昨晚大幅度急跌所影響 港股今天早市明顯反覆 但相對表現暫時不算太差 待會再作分析 先看看今早的情況 恒指早市先低開283點 到16856點 這也是今早的低位 之後有些維穩的賣本出來 逐步扶持 直到中午收市時間計 指數今早曾經輕輕回升 17013點 相對昨日的收市來說 這一刻只跌了126點 而大部分時間 指數都徘徊在169-178點 即是市況受到美股急跌所影響 是有些反覆 但由於恒指一直抓住 或者緊貼178點 即是情況都未算太差 今個月暫時形態仍然先低後高 因為經過昨日的急升之後 指數已經突破月初的高位 直到現在這分鐘 恒指由5號低位16480 升到10號高位17190 即是今個月的波幅 暫時來說是有710點 由於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不應該同時出現在4個交易點之內 但不知710點波幅也比較小 即是說 只要先低後高形態不變的話 股市是有機會也有條件 進一步向上尋找今個月的新高 現在要看的就是 到底後續能否突破3月13日的高位 就是17214點 假設指數能夠突破17214點 即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由1月22日的低位 14794點開始的中期反軌 仍然是延續 到底延續多一個禮拜 一定兩個禮拜 就要看買盤的態度而定 因為動力很重要 你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推 股市是很難有明顯的上升 再看移動線方面 10天和20天線 現在分別在16760和16756點左右 即是說 只要恒生指數 一直穩守在10和20天線上 技術上、形態上 是有作進一步向上尋頂的優勢 因為始終你不跌穿的話 形態就屬於一個玉舌頂的格局 只不過現在的頂 暫時是3月13日的高位 17214點 一旦突破了 大市都不知會進一步向上尋找 終期反彈的高位 考慮到去年由247,7 跌到今年的低位 14794點 由1月27下跌到今年1月22 跌了足足52個星期 累積的跌幅有7906點 如果股市要反彈 這個跌幅是三分之一的話 目標應該是17428點 相對於今個月的低位 是16480點來說 大家知道每個月一定有個波幅 假設今年的波幅有1000點 就1000點 指數已經可以試17428點 這個大家要留意 顧分當中 新經濟股這兩天 是有少少回暖的 例如阿里巴巴都想試上去75元 如果試得到75-77的話 上面還有3元的下降跌口 即是80-77是有待回補的 如果有看好巴巴短期的走勢 亦可以留意 升展一隻巴巴的擴率 23214 23214的行使價是82.5毫半 到期日是今年的9月 實際槓桿大概是6.4倍 如果巴巴的股價在73元 23214的擴率應該是9個先左右 假設巴巴股價能夠試上77元 這是近期的高位 23214的擴率應該同步升上1毫2千1 潛着的升幅大概是34.4% 反過來 巴巴股價現在受壓 又再低見1 71元便無奈 23214的擴率也會跌到7千2 潛着的跌幅大概是20% 相關資料是由升展提供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升展這隻阿里巴巴的擴率 23214的街貨和條款是怎樣 最直接的方法 就啟入去升展網站 就看得很清楚了 加也在這場 超越努力的 最快的 甚至是脂肪 有時候 聽到嗎? 多互相反